創下刚看到的是拜登昨天晚上最新的演讲 特别是普丁在乌克兰军事热战 进行了俄罗斯全国性的总动员之后 拜登三天之内两次警告普丁不准动用核武 以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情报掌握了这么的精准 现在在连续三天之内 拜登两次出来公开而且严正的警告普丁不准动用核武 代表着现在全世界真的可能面临的在古巴危机 1980年代第三次真正的热核危机一速即发 而这一速即发就是因为普丁完全的就进入了帝国最后反扑 最后的一个疯狂 因为普丁在三十一号的时候再度在真正这次战争里面 发表了俄罗斯的全国演说 直接向全世界向下他将不惜动用核武 普丁声称如果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 他会利用一切手段包含核子武器 而且他说他绝对不是虚张声势 所以普丁豁出去 普丁这个状况让人家觉得 现在真的是一个不确定的风险 而且普丁他现在也开始针对俄乌的战争 也有更强烈的一个手段 他同时下令是征召三十万名的预备域必须去参战 而且他先前的时候叫做特别军事行动 这次直接讲了部分的军事动作 部分的军事作战 他已经成了现在战争阶段了 而且这三十万人还告诉他们一个 你给我打到底打到死 因为你们这一次的预备域的征召 没有期限 无限期 然后另外一个状况是 整个普丁又急的是什么 他现在急的是很多的媒体就发现 他可能现在在赫尔松 在卢干斯克 然后北德内斯克 再来这四周他已经占领的地方 即刻在他的控制之下进行公民投票 造成像克里米亚一样的一个 伪公民投票的一个事实 要把他们给并吞下去 所以面对这状况 你看到拜登在六十分钟的 这样一个最正式的专访里面 警告普丁之外 在联合国大会 除了针对台海也是有史以来 1971年以来 第一个总统讲到台海之外 特别警告普丁 核战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赢家 警告普丁不要动用核武 而且直接的挑明说 从头到尾没有人威胁俄国 只有俄国你在威胁全世界 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寻求任何的一个冲突 然后也承诺美国即将启动 一个先前的完全的军事控制手段 但是军事控制手段的内容是什么 大家并不清楚 但是苏利文马上也接受ABC的专访 说延迟的批评普丁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 然后也指出 美国已经非常认真进行了对待 至于怎么去对待 他没有讲 但是代表着美国有一些情知 显然也针对他有所在做准备了 而针对普丁这样的疯狂 泽伦斯基也接受德国的媒体访问 进行了一个分析 他认为说普丁应该还是不至于 这么疯狂的动用核武 但是普丁的这种声称 已经造成了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 就是俄乌之间谈判只占的可能性 越来越低了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会在一个核威胁之下 接受你的谈判 如果是他 乌克兰可以在这样子之下 波兰什么都有这个状况 所以绝对不行的 那另外一个针对普丁呢 又要征召三十万 泽伦斯基则是说 可能三十万是不够的 也许需要数百万 因为他们从乌克兰战场的一个实况 你看俄军完全没有士气 俄军这个去打仗的时候 根本不想打 所以你真的要征召三十万 不够 因为他们进到了乌克兰战场之后 不是歼灭 就是逃亡 可是为什么大家对普丁这话 讲得这么严谨呢 因为2017年的时候 曾经在过去就是沙皇炸弹 刺炸的那个新地道 刺炸过他的过去核试验产 重新启用了 全世界非常恐怖的 叫做海燕核动力巡异飞弹 这海燕核动力飞弹呢 其实俄罗斯到现在为止 对他的性能都没有讲出来 但是他不是用火箭 不是用燃料 他里面是一个小型的核子反应炉 巡异飞弹打出去之后呢 理论上 他可以无限制的在天上飞 在天上飞呢 你就变得很麻烦 你打他 可能就有核爆 对 因为他有小型反对 而且就可能有核污染了 有核污染 但是你不打他呢 他就一直飞 哪天突然攻击你 你也不知道 然后结果他就重启了这个试验 代表他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 是真的出来了 所以对于普丁这个状况里面 弄到全世界都反感了 连在过去乌俄战争之间 想要居中协调的 包含马克宏 都直接谴责说 如果你现在其他面对普丁这样子 你至今仍然沉默 保持中立的国家 就是共犯 很多听了以后都想了 就是指向中国 你还在这边保持沉默 你就是共犯 肖之杰讲了 只有让普丁体认到 他根本无法赢得战争 而且德国的立场是 绝对不接受任何在俄国支配之下的和平 然后芬兰直接就跟讲了 普丁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筹码都被用关了 而在这个时候 北约也在北约那边 北约的秘书长特别出来讲话 剑指中国 剑指中国说 中国跟莫斯科合作 并发表反越 北约的言论 他们已经 北约把它视为 中国就是全世界的安全挑战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还是没什么讲话 只有汪文斌出来讲一些废话 双方希望和谈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普丁的疯狂 然后习近平 全世界也在叮着看 创下刚看到的是 曹新城董事长这两天 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的片段内容 现在曹新城 自从他愿意捐钱捍卫台湾 打造台湾的资源候群力量之后 他已经变成全球主流媒体里面 台湾抗中保持台意志的行动 和整个行动的一个代言人 所以他接受专访 特别跟德国之声 这边再重新讲了 在1988年这个年纪 年份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六四天安门之前 而且是1988年 在见江泽民之前的前一天 曾庆红见了面 然后就提到他刚刚讲的 其实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里面 曾庆红都承认了 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 这时候讲这个故事 其实一方面就是说 中共在鬼扯 但是其实也是打了九二共识 这个最大的一个脸 因为根本没有一中嘛 对方都不承认嘛 而且在1988年之前 共产党都认为 你中华民国不存在了 所以国民党还在那边 讲九二共识 那个被曹新生讲出来后 那是更大的一个打脸 曹新生也讲说 他其实到现在为止 他心中一种懊悔 因为他握过江泽民的手 满手都是血腥 他觉得恶心死了 他是非常的痛恨 那当然他后面 也去在这个专访里面 不管是金融时报 德国之声 都讲说特别到了 整个他去大陆受骗之外 然后呢到了整个 就是香港反送中的状况 觉得这个政权真的一定要推翻 而这推翻以后 他有更具体的行动 他先前是要成立 三百万个黑熊部队 那是让一般的家庭 能够在战争起来的时候 怎么去应变 怎么去救援 怎么去后行 但是他现在 决定他要更挺身而出 贪案歼灭 他也要贡献一份力量 所以他现在 我们不是说有一些 我们民间的无人机 到了乌克兰战场之后 左轮无人机发挥笑容吗 所以他现在跟台湾的 无人机厂商已经在沟通 在讨论要资助生产 一百万台无人机 共军的解放军 你只要登陆台湾的单案 我们就用这些无人机 把你给炸掉 他特别想说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攻不进来 他就觉得 他特别举了二战的时候 殷吉利海峡和英国的故事 你只要让他不能登陆 虽然你会被轰炸到 虽然会被打到 但是最后 你一定可以守下来 那他要希望在两三年之内 让台湾人再也不害怕共产党 再也不害怕战争 挺身而出 那德国之声呢 很喜欢用民调 当时用了民调之后 让朱立伦翻脸嘛 也问他说 可是远间的民调里面说 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们看到民调里面 百分之六十二点五的人 不想要上战场啊 只有百分之二十几人 愿意上战场啊 曹新成呢 当场反驳 经过他的努力之后 加上他现在的接触 他认为百分之七十的人 都会像当年英国人